《藍藏蒙面法》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在示威游行出现暴力场面 如果警方拘捕了人 举证可以更方便 因为经过了占宗和黄国暴动后 警方拘捕了人时很难做起诉 因为他们蒙面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将一些违法的人士承读于法 第二是立了《藍藏蒙面法》 对于举办示威游行的人士来说 亦是一个保障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出现了示威暴力场面 有些人会说 那些人不是我们的集会人士 不是我们的支持者 是外人渗透进来 如果你可以在示威游行里做了一个《藏蒙面》 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些人是不是你的支持者 我想现在不是说立不立法的问题 真意不是在这里 而是执法的欢迎程度是怎样 因为你看到欧美很多国家 都已经有了《藏蒙面法》 为什么要有一个《藏蒙面法》 就是因为他们经过很多暴力示威游行之后 发现很难去惩署一些违法的人士 所以他们要有一个《藏蒙面法》 而我觉得现在的争议是 如何拿捏赤道 当然我们可以最松的 就是你参与一些非法集会游行的时候 出现了暴力场面 不可以了 第二个相对简单一点的 没那么紧的 就是说现在你参与一个集会游行 出现了暴力场面 你是蒙面了 你是参与了 这是违法的 再更加收紧一点 就是所有的游行示威都不能蒙面 可能有一些游行的参与者 他那天病了 戴口罩 又或者他不想 是被某一些 譬如说工会的集会游行 他不想被老板认得 这样蒙面 亦都是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在那个《藏蒙面法》上 其实是有豁免的 只要你那个示威者 他是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他自己能够提出来 譬如说我当日是病了 我有医生指的 就算你是被警察检控的话 你有一个这样的合理的理由 是可以豁免的 如果你是蒙面了 你不想被一些老板认到你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工会集会的游行 亦都可以有一个豁免在 其实最终就是你蒙面了 但是你没有去参与一些暴力冲击的行动 没有违法的行动 警方就不会告你 而要证明你自己的清白很简单 所以不是一个立不立法的问题 而是说 怎样去有一个着情权 和有一些豁免的问题